雪龙地区人民组屋租户出现贫图之辈 为了牟利游走在法律边缘将组屋高价转租给外劳 每个月至少赚取700到800令吉租金 首都市政局昨天晚上就连同国家贩毒机构 突袭蒲种清善村人民组屋 查获26户租户将房屋转租给第三者 当中两户租给外劳 同时有一名租户毒品检测成阳性反应 sebanyak 192 unit telah kita dapat membuat pemeriksaan daripada 992 ini malam ini kita dapat temui sebanyak 26 unit yang dikatakan berada dalam kategori melakukan kesalahan yang melanggar 按照规定 人民组屋租户每个月只需要缴付124令吉租金 不过如果转租给第三者的话 就能够从中捞取一笔客观利润 市政局至今已经查获了114个 将人民组屋转租给外劳的租户的案例 情况不容小觑 当局目前援引2000年联邦直辖区房屋条例 来调查这起案件